浙江兩名女生一前親家期想體驗一下不一樣的爬山 選擇了陌生的路線登山 結果路線太險峻,越爬越斗被困在懸崖邊緣上 警方接到求救電話後要聯合消防和救援隊搜救 最終發現女生被困海拔400米高的懸崖邊上 捱體波度接近垂直 花近一小時才成功將她們帶到山下安全區域 行好女生只是受驚,身體無大礙 網民見到事發畫面時 直言這個已經不是爬山,已經是攀岩了吧? 質疑她們為何有勇氣爬這麼高 又認為她們應該自行支付救援開支 大家行山時都要量力而為呀!